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時 今天全世界都高度關注 這場選舉也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結果預計今天晚上就會揭曉 根據美國CNN的數據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已經拿下227張的選舉人票 而川普則是拿下了213張的選舉人票 而當選門檻是270張票 究竟誰能夠超過當選門檻入主白宮 還得看關鍵的六大搖擺週 而目前這六週川普確定拿下了佛州 拜登則拿下了亞利桑那州 另外四個搖擺州 拜登在威斯康星州領先 川普則在其他三個搖擺州領先 而兩位候選人也在台灣時間 今天下午發表談話 拜登向支持者喊話說 我們已經在勝選的道路上了 請大家要耐心等待 另外川普則是信心滿滿 大讚自己搖擺州全營 可以慶祝了 甚至還說會訴請最高法院 停止一切計票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確定拿下鐵票倉西部三州 華盛頓州奧勒岡州和加州 以及東部的紐約州 維吉尼亞州等等 不過在六大關鍵搖擺州 拜登選情不樂觀 川普成功插其佛羅里達州 不過由於這次提前投票 郵寄投票的選民很多 所以搖擺州的選舉結果 還要再等等 拜登在當地時間四號凌晨十二點半左右 向選民信心喊話 拜登強調有信心的拿下賓州和密西根州等關鍵搖擺州 川普隨後推文反擊強調自己大勝 並指控民主黨偷走選票 接下來川普也在白宮發表演說 票都還沒開完 自信滿滿的川普卻聲稱 共和黨已拿下關鍵搖擺州 甚至已經贏了選舉 川普還打算訴請最高法院下令停止計票 究竟川普會出什麼招 能不能在搖擺州擴大領先 拜登又能不能逆轉勝 不及美國國內全球各地都在看 未來的白宮主人會是誰 華視新聞 補一節編譯 財に合法 財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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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